本周国民颁奖里入围最佳激情片的新闻有 叶问 叶问名言 我要一个打十个 我国警方也热血模仿 只是东施笑评变成十个打一个 尤其709当天表现更加杰出 你可以问打人有没有listen 抓人有没有warren 这些都不重要 反正警方就是我国最大的武术宗师 为了确保性命安全 我们最好还是乖乖的 噓 别问 花木兰 这是一个素人爆红的年代 就像65岁的安提安妮 没有像花木兰女扮男装代付从军 但却以一头银发和孤身黄衣 勇敢上街表达立场 并成就这一副强权对付 手无寸铁百姓的经典动人画面 话说现在大家其实都很想知道 为什么安提安妮 手上的菊花一直完好无缺 始终维持着花梅烂的境界呢 射水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是无数武侠迷的经典 没想到大马推出的射水英雄传 却能超约它的地位 配合扫黄活动 红头兵发射催泪弹制造大量眼泪 警察还和民众当街打起热情四射的水枪 过程高潮叠起 弱影弱线的搏杀者也满街跑透透 激情指数远升三滴肉谱团 差点让人忘记我们还是保守的回教国呢 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 卫生部长先以诚恳对白 照稿宣读下属的撰稿 铁口立正同善医院完好无缺 最终却在许多证据浮现后 立刻鸵鸟上身 发表医院言论不代表本人立场的言论 处理树化剂问题慢半拍被人骂 这一次第一时间仗义发生 还是被人骂到 廖部长政府部门是很危险的 你还是快点回去火星吧 最后无事 无情团长凯里哥心情好胜 不甘寂寞又不甘被冷落 看见竞选盟汹涌黄色人海 因此也特别穿上红衣搞集会打对台 人数贵金不贵多 500人绰绰有余 而且集会时间一改再改 不怕进足无拘被捕 最后还安然无恙出现在首相演讲的场合 从最后无事 变最后无事 凯里 厉害大家 本周最佳激情片 录死谁首 这个星期五 国民颁奖礼 自有分享